我们在家里面养花不管是养什么花都好 一到夏季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 常见的一些病害都在夏季这段时间出现 所以作为新手养护花卉一定要与预防为主 比如说这颗茶花得的这种就是黑斑病 那么这种黑斑病不管是茶花也好 月季也好 任何花卉都好 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在夏季这段时间 所以作为新手养花呢 我们一定要与预防为主 那么如果作为预防的话呢 我们作为新手小白不想麻烦 不想整天打各种的药物 因为这个花卉的病害比较多 什么白粉病 亏美病 碳疾病等等 如果想要简简单单的处理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千百级的花枝酵来给它喷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花枝酵呢 针对花卉一百多种病害 它都可以有效治疗跟控制 如果说作为预防 我们可以一个月给我们的茶花喷一次 或者家里面的所有花喷一次就可以 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叶片给它清理掉 因为出现了这种问题之后 你不清理掉的话呢 你喷再多的药 它也容易复发 所以首先第一步要清理掉 也要的话呢 给它三天五天喷一次 连续给它喷个三五四 就能有效的控制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安安心心在夏季养好花了 因为它是同用的 家里面的所有花卉都可以用 而且呢 它不用兑水 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 我们拿回去的时候 直接给它喷就可以 对于新手来说 是非常方便的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